我看一下這題 麻煩你證明一件事情 AB都是無理數的情況之下 則A加2B還有2A-B 好不好 這兩個 至少有一個是無理數 我一直在強調 無理數的證明我用什麼 用反正法 怎麼說 證明我反過來 我去證明 證明什麼 我去假設 AB均為什麼數 無理數 好不好 在AB均都是無理數的情況之下 我假設 則 我原本是要證明這兩個當中 至少有一個要無理數對不對 我先去假設 這時候這兩個 皆為有理數 這樣行不行 好不好 用反正法 我去假設 AB均都是什麼數 無理數的情況之下 反正這兩個皆為什麼數 有理數 可不可以 所以說老師這時候可以推的一個觀念 什麼觀念 告訴我 A加2B這時候什麼數 有理數 還有呢 2A-B也是什麼數 有理數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然後 哪怕一件事情 我把這兩個數是怎樣 把它想辦法 我把這邊乘上 我把它消A行不行 我把上面這邊乘上兩倍 對 A加2B 減掉底下這個 2A-B 把這B強調了 強調一個現象 有理數 彼此做加減乘除 在分五不為零的情況之下 一定是什麼數 有理數 這樣行不行 所以 2A-2A消掉 4B-2B-2B 可見說是5B一定什麼數 有理數 所以5B是有理數 可見老師可以知道B是什麼數 有理數 B是有理數 看我已知的條件是產生矛盾的 因為我說A B是因為無理數嘛 對吧 所以說這時候什麼 已 已知條件 對吧 已知條件 產生什麼現象 矛盾現象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故 A加2B和2A-B 至少這兩個答案中 至少有一個是什麼數 至少有一個什麼數 是無理數 不可能兩個都是無理數 知道嗎 至少有一個是什麼數 無理數 這樣行不行 好不好 至少有一個會是無理數 這樣行不行 絕對不可能 兩個都什麼數 有理數 可不可以 麻煩你把這題看一下